乌县政府上午表示说 在三种澎湖分院通报一名 来自台湾本岛 40岁左右的女性阳性个案 那么根据了解 这名女性已经打了三剂疫苗 15号从台湾本岛到澎湖 结果发烧喉咙痛 在16号凌晨到三种澎湖分院急诊 经过医生的治疗PCR CT值 目前是17.9% 生命真相稳定 将转负压隔离病房